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其实可以一起把它放进去 可是米糖在家里会不会就是哪一类书吃的比较少 你应该不太喜欢吃 小朋友应该都不爱吃小黄瓜吧 你不喜欢吃番茄 你不喜欢吃番茄 因为这一罐里面有没有你不敢吃的东西 没有都敢吃 健康宝宝 我们那位小朋友已经快要完成了 来问一下你动作这么快 在家里是有过下厨的经验吗 有没有 有 你平常就会煮饭吗 有时候有时间会帮忙喝吗 会帮忙妈妈煮饭 那会帮忙做些什么呢 炒蛋 可是会炒蛋就很厉害了对不对 很棒啊 快点快点完成你的 你的沙拉瓶快要完成咯 你几年级 毕业了 毕业了 其实我突然想到 他刚刚说炒蛋 只会炒蛋 但我想到有个小学三年级 目前还停留在会打蛋 要拿起来炒还不太会 所以这些小朋友都非常的棒 那这个暑假打算要怎么样安排自己的生活计划 有没有想法 我想要参加做法座练 然后去图书馆多借几本书 培养阅读的好习惯 我好感动哦 所以你看看他已经有自己的想法 那所以作文班 我们的营队有作文班吗 太棒了 我们儿福的 这个长假入食儿童的长假营养支度计划的营队里面 也有作文班耶 所以你可以选择作文班来参加 没有参加过 你有参加过 对对对 放一下 叶子放在上面 哦 最后一个 你把丁格的本 看一下这边 对 丁格放一个 看一下这边 这样可以吗 这样的话 我们的沙拉瓶就可以要完成了 好 那我们小朋友也可以 没关系 可以放 看我们看中间 中间看我们看右边 好 我们要让两位小朋友跟月芬一样 从小要学习 真的非常谢谢月芬 月芬是百忙之中 今天特别抽空来到现场 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帮助今天的弱势的孩子们 在长假能够拥有更棒更完整的照顾 不只是在营养方面 也在他们的学习方面 也在他们的学习方面 好 这样子 好 左边 太棒了 太棒了 我 himselfedge 太棒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